等于社投贺弟子个个不简单 与收云子科弟子时情况不同 等于社的贺子科才是真正的中流砥柱 因为他们都是郭德纲大浪淘沙挑选出来的土地 原本参与选拔的人有三千多人 但经过一系列的筛选淘汰之后 仅留下了四十多人 由此可见 当年贺泽科的竞争力有多大 但有压力就有动力 经历过那段严苛考核后的贺泽科弟子 可以说是个个不简单 尤其是投贺 贺泽科大师兄是曹贺阳 烧饼的搭档 早年曾在专业的院校学习过相声 之后被郭德纲收入门下 如今曹贺阳与烧饼二人发展也是相当不错 已经能够独立开专场演出了 不过要说郭德纲最喜欢的贺泽科弟子 那还得是排行老二的刘贺春 刘贺春喜欢评剧这些东西 恰好也是郭德纲的心服爱 二人平日里非常能聊得来 再加上这个徒弟性格好 所以郭德纲对他更是偏爱几分 有段时间刘贺春因情所伤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独自跑到山上剃度出家了 郭德纲眼看着人不见了 急得不得了 几个月后刘贺春后悔了 想要重回德云社 郭德纲也愿意重新接纳他 还对他说回家吧 师父也想你了 从这能够看得出 郭德纲对弟子确实都很不错 而投贺第三人则是阎贺祥 阎贺祥最近可是大出风头 他不好好说相声 反而跑去脱口秀舞台大杀四方 但因为频繁提郭麒麟 某天导演组私下里与阎贺祥商量 让他别总在台上提大铃了 提多了担心大家会烦 但当他听到导演组 接下来确定的两个主题后 壮壮彻底无语住了 从严和祥的气氛节奏中 能够感受到 他的实力确实很强 难怪其他脱口秀演员 都给予了他超高评价 那么你们还知道 哪些比较优秀的贺子课程员吗